说起来,现在的影视剧还在接触人选的时候,就会有各种网传主演,是哪些演员的说法,且一个个都说得挺像那么一回事,例如,已经溜成了世界名著的春日宴,到现在都还没有拍,而人选是已经溜遍了娱乐圈大半个知名的生花,近来,胡场娱乐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现象,还特意说了,哪种艺人最容易被溜? 那自然是顶流和实力派,一个有热度一个有口碑,都能掀起一阵腥风血雨,而肖战刚好是这两个兜战了,目前,他还在拍娇阳伴我,但是,网传他出演的电视剧已经有我们与法庭的距离,大到朝天,投行之路,艰难的制造等等,可谓是涵盖了各种题材,有粉丝初步统计了一下,已经有二三十部了,而该文章表示一般溜人要避开激进粉丝,或粉丝数量特别庞大的,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,肖战也属于片方不敢轻易溜的人选,如果真的有传出来,说明这些剧可能真有意向找他,不过,接不接就不知道了,不过粉丝听了表示,这简直就是瞎说,是肯定会有很多饼找肖战没错,不过,不可能溜的这些都找过, 而且,就这个几天一个新饼的速度,还叫不敢溜,这要是敢溜那还得了,而许多饼溜到最后并不是网传人选中的任何一个,而变成了岌岌无名的新人,由此可见,有些片方就是故意蹭热度的,到了最后挨书粉骂的是演员,片方又挣足了热度,可真的是打得一把好算盘,肖战说起来,真的被溜的挺多了, 好像他现在就是小生中的标杆,什么都喜欢带他出场,不单指影视方面,应该说包含了各方面,不过流量大就是这样的,演员认真演好戏就行了,好的作品就是底气,最后问一句,大家话剧抢到票了吗?